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五 欢迎你来到本期的每周华尔街 我是凯西 这一周呢市场是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呢是经济数据好坏参半 这个呢是有压力的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的量化宽松的支撑还是在的 同时呢本周的有很多腰股云集 那上一周呢我们说了本周的腰股专题 那引起了是我们的观众的非常大的反响 观众表现是非常的热烈 那本周呢我们还将继续这个腰股的专题 首先按照惯例我们继续请Maggie为我们带来一周的美股走势回顾 来看一下本周的美股走势 总体来说呢本周的美股呢是表现的不温不火 经济数据呢也是好坏参半 业绩报告有喜有忧 那么投资人的心呢也是被企业的财报带动的七上八下的 具体来看周一呢是受到中国出台利好经济政策的影响 美股的是高开高收 中国央行呢是实行了史上最强的降准 宣布呢将商业银行需要准备的储备金呢是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等于呢是增加了2000亿美金的可借贷资金 同时呢也是在周一发布财报的公司也都表现不错 像是油田的服务商哈里伯顿 交易代码呢是HAL 以及银行巨头摩根士丹利交易代码呢是MS 周二和周三的股市是呈现出V字形的走势 那么周二呢是下跌了80点 而周三呢则是上涨了80点 周二呢道指的成分股 杜邦公司是受到美元走强 降低海外营收的影响 业绩不及预期 拖累的道指走低 周三呢同为道指的成分股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公司呢 是非常的给力 业绩好预期带动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同时周三的发布的二手房的销售 创下了18个月以来的新高 但是啊周四的数据呢是显示 鲜屋销售减少 并且呢失业率的情况呢是加重 导致了早盘下跌 不过呢周四中午时 纳指的走高突破了15年前创下的历史记录 带动三大股指呢是转跌为涨 矿业的制造商3M公司 以及通用汽车呢盈利不佳 但是另外一支蓝筹股卡特比勒公司财报呢是高出一期 同时啊之前被人看好的这个Facebook呢 是让人大跌眼镜营收低预期 再来看一下周五 周五呢是美股小幅的高开 盘中一度回落 午后呢是收到科技蓝筹股 亚马逊和微软大涨呢是推动了科技板块上扬 三大股指呢也是全面走高 周五呢耐用品的订单是大幅的增加至了4% 而预期呢只有0.5% 但是这个增长呢主要是来源于国防飞机用品 显示出民生行业呢还是复苏缓慢 有着华尔街之狼之称的卡尔伊坎投资的VLTC公司呢 本周是呈现出过山车的走势 周一至二高涨超过了50% 而周三周四呢是大跌跌去了30% 周五呢则是微幅的上扬 该股啊在本月呢是上涨了近16倍 可谓是本月的股王 纵观全周呢道指是上涨了1.4% 标普把指数是上涨了1.8% 纳指则是上涨了3.3% 本周很多大公司发布了业绩财报 那我们的记者丽莎徐呢 在财报季也是奔走在报道的路上 下面就有请丽莎为我们带来一些蓝筹股的业绩报告 可口可乐公司是股神巴菲特长期持有的股票 在三个月里啊 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下滑了6.9% 在周三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公布的2015年第一财季的财报显示 第一季度的调整以后的每股收益是0.48美元 高于预期的0.42美元 因为公司在北美的销售量是有所提升 促使了季度营销是同比增长了1.3%至107.1亿美元 虽然该公司的季度营收是高于预期的 但是该公司依然面临着要削减30亿美元的成本 还有啊就是美元走强给公司的汇率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以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 公司表示啊 2015年的税前利润会减少7到8个百分点 另外还有一家值得关注的是麦当劳公司 麦当劳公司的股票代码是mcd 那么这个全球大型的连锁餐饮店呢 今天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显示 净利润是8.1亿美元 每股收益是84美分 净利润比去年同期的降幅啊是超出了预期 季度营收为59.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是下滑了11% 另外由于麦当劳的促销活动和产品 没能抵消同行竞争的影响啊 铜电销售在这一季度是下滑了2.6% 本周有几个公布业绩的重要的科技公司 下面有请丽莎徐为我们了解一下 Facebook周三公布的业绩结果显示 尽管第一季度的收益是低于预期 但是用户的增长数量是远超出预期 这个社交媒体巨头的用户增长 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口的总数 来看一下财报的具体数据 公司季度营收从25亿美元上涨至35.2亿美元 稍不及预期 Facebook的广告业务收入比预期更为稳定 但是难逃数据中心和相关项目的巨额开支 其利润的增长是严重的受到了限制 截止3月31日 Facebook在三个月内的净盈利是下滑了5.12亿美元 另外美元的走强也拖累其业绩的增长 因为Facebook一半以上的收益是来自海外 Facebook公布业绩以后股价是持续的走低 周四的跌幅进一步扩大 下跌了1.9% 报83.02美元 亚马逊公司交易代码是AMZN 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是网络上最早开始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之一 亚马逊公布了2015财年第一财季的财报 结果显示净利润是增长了15% 达到227.2亿美元 这一数据推升了亚马逊盘后的交易 股价大涨了近7% 一些投资人和市场分析师表示 在亚马逊股价持续攀升之时 共同基金持有亚马逊股票的数量是大幅的下滑 这意味着大盘基金经理认为 亚马逊当前的股价被市场高估 谷歌公司盘后的股价是大涨了3.56% 因为公司的业绩利好 2015财年第一财季的净利润为35.9亿美元 每股收益是5.20美元 好于去年同期 谷歌的营收为172.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 微软在周四收盘时上涨了1.11% 爆43.46美元 来看看最新的业绩如何 微软周四公布了2015财年 第三财季的业绩超出预期 财报显示 微软第三财季的营收为217.2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6% 在随后盘后的交易中 受到业绩利好的推动 微软的股价是上涨了1.37美元 涨幅为3.16% 爆于44.70美元 继续我们上周的话题 本周呢是妖风肆虐 有一妖股的最大单日涨幅 达到了278% 那这个妖风肆虐呢 也是有原因的 昨天从4月1日起 疯狂上涨10余倍的妖股 Volter Corporation股票代码VLTC 终于暂停下了脚步 股价高开低走 在盘中突破21美元之后 开始拉低 最终收跌6.43% 受益15.14美元 除了一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之外 一位Seeking Alpha的博主也认为 这只股票的上涨 是市场非理性的结果 卡尔伊坎的收购 有很多家庭责任因素 因为他的儿子和女婿 都是VLTC董事会的成员 而由于一些财务上的限制 这家公司对其他潜在收购者的吸引力 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目前VLTC现金紧缺 亏损巨大 他怀疑卡尔伊坎的投资 是否真的是想改变 这家公司的运营状况 毕竟对一个亿万富翁投资者来说 几百万美元的增持不值一提 如果这位博主的预测正确 那么昨天 VLTC的下跌 或许会是反转走势的开始 而另一只卡尔伊坎持有的小盘股 Enzo Pharmaceuticals 股票代码 ENZN 则有可能复制VLTC的走势 这只股票在周三大涨近30%之后 昨天继续上涨13.3% 并且放出巨量 成交量较之前一个交易日翻了近四倍 当VLTC的狂热开始冷却 或许资金会开始关注 ENZN这只营收稳定 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公司 但是因为ENZN的流通盘比VLTC大了十倍 因此股价上涨可能并没有那么快速 然而在这一轮上涨启动前 就有分析师认为 这只股票可能成为潜在的被收购对象 而且被收购的可能性或许比VLTC更高 毕竟它目前的价格才1.7美元 一直关注中文投资网的朋友 对中心微电子股票代码VIMC 这支做市平安房的中概股一定不会陌生 它是去年9月整个美股市场上涨第三多的股票 曾在两个月内股价翻了三倍 之后在去年11月遭到做工机构 Trinity的空袭 虽然当时股价曾快速下跌 但是很快便恢复失地 沉寂了几个月后 VIMC又在近期迎来了爆发 从4月16日开始启动 截至4月23日周四收盘 两周内VIMC的股价已经上涨了46% 最高涨幅曾达到60% VIMC在3月18日的财报中显示 2014年盈利和2015年展望微微低于预期 但是营收仍高于预期 并环比增长51% 并且预计2015年盈利将增长55% 同时CEO也在电话会议中表示 2015年中国公安部将会出台两个 关于视频安防的行业规范 这将对VIMC与公安部建立的SVAC规定 在全中国的推广有积极作用 福布斯杂志也认为 SVAC可能会在未来成为行业标准 SVAC的推广是支撑VIMC股价的核心 一系列加强视频安防规范的利好消息 是推动VIMC近期股价上涨的因素 如果在未来SVAC真的成为中国唯一的行业标准 那么VIMC的股价将会有诱人的想象空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快速上涨45%之后 可能会有一部分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 导致股价短期内出现修正的情况 中国的钢铁厂商河南戈瑞股票代码CHOP 可能并不是投资者所熟悉的股票 流通盘只有568万股 成交量在4月之前每天都无法上万 然而由于股价持续低于1美元 公司在3月初发布的新闻稿称 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 之后从4月8日开始 股价走出了暴涨行情 价量齐飞 股价截止周一收盘已经翻了近7倍 逃离了退市区 然而公司本身并无实质性利好 财政状况也很糟糕 所处的钢铁行业也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而处于萎靡状态 因此此次的上涨更像是公司或机构的救市行为 如果CHOP不能改变自己的经营状况 那么上涨并不具有持续性 下半场的时间我们有请汪润王为我们了解一下本周的行情和热点话题 好 谢谢Cassie和各位前方记者分析师的报道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回顾一下4月份的一只大牛股 也可以说是一只大腰股 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20多天上涨了 应该说10多天的交易日上涨了10倍 它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它的这个可以让我们总结的一些方面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它的主要的这个VLTC 首先呢它是受到了卡尔伊卡效应的影响 这位就是著名的投资人卡尔伊卡 卡尔伊卡以前投资到这个Netflix 在Netflix业绩不好 或者说用户带大量流失的时候呢 它进场50块钱 那今天呢这个价格已经翻了10个倍 在此之前呢卡尔伊卡也投资了这个苹果的股票 在200多块就持有这个苹果 而现在的股价呢已经翻了 翻了应该都说这个收股分盘 就是Split之后呢应该到了700多块钱 那么现在股价是大概Split以后的100多块 所以卡尔伊卡获得了股民的相当的一个尊敬 很多迷信他或者崇拜他的人呢都跟踪他所投资的一些股票 那么在4月1号也就3月31号盘后呢 传出一条消息卡尔伊卡投资了前身叫Metro City的这家公司VLTC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VLTC它的一些特点 首先它的流通盘和发行盘 Outstanding Share和Flow是非常的少 那么根据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 卡尔伊卡已经持有了95%的股份 那么这是对我们投资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真正在外面流通的股票呢 只有5个% 也就是说大概不足六七十万 而真正的就是放空的这个股数呢 已经达到了47万之多 所以这个股票呢变得外面只要有买和抛 都会造成股价的一个相当大的影响 这就造成了这个股价呢 在4月呢由于大家对卡尔伊卡的这个VLCT的这种追捧 或者狂热吧 使得这个流通盘非常小的股价呢 出现了上涨 那么有些观众朋友问 这合不合法 这完全是合法 因为只要卡尔伊卡没有背后操纵 只要它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获利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其实卡尔伊卡的 在福布斯最新评出的这个世界富豪当中呢 排行在马云和李嘉诚之上 我相信他不会为了区区的6000万美金 他其实只投资了400多万 很多报道都说卡尔伊卡是为了他的儿子 和女婿为了他的家族的荣耀 是因为他女婿和儿子都在这个家公司的董事会里面 那么卡尔伊卡并不是说为了赚这个钱 所以这个股票的一个上涨呢 是它市场的一个效应的影响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彭博的报道 总共呢 卡尔伊卡投资了406万 而真正在外流通的股票可能不足60万 而其中的40几万呢 已经被投资人去借了去抛空了 而一些broker给出的一个条件呢 是非常近人 达到了2600个%一个利息 来借这个股票放空它 所以很多人要借这个股票 因为它涨了很多 很多人希望总共从这个20块钱能够做空 还能够得到收益 那么很多投资人因此呢 是非常难借到这个股票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股票在技术层面上呢 有什么特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价呢 在这一天 也就是4月1号一天呢 出现大涨以后呢 股价成为一个上升的趋势 而真正的一个爆发点呢 公司没有任何公告信息 真正的爆发点呢 应该是在这一天跳空上涨 我们叫breaking away gap 在这个12块以下 11块这个gap up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量就是开始起升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所以呢 我们从技术层面呢 也是要分析 为什么这个股票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我相信呢 今天我给大家上了一课 那么在4月30号呢 我们有一个讲座叫 一夜暴富不是梦 我个人觉得机会永远是有的 我们只要总结好的一些东西 这个考尔一考的10倍的股票 大家想想 如果你放2万块钱进去 你如果这20块钱的话 就是放了整整10倍 也就是20万美金 在短短的这个不到20个交易日 你就赚取了接近18万美金的一个利润 当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或者这个有这个兴趣 我相信我们都能够达到一个短期之内自负的一个目的 好 那么欢迎大家参加4月30号的这一个网上的讲座 你不需要离开你的电脑 你不需要离开你的家 你的工作的地方 只要你拨打这个800-958-8561的热线电话 或者上咱们ChineseFM.com的这个网址 大家就可以实地参加我们讲座 讲座时间是晚上9点钟 周四晚上9点钟 那么东部时间西部时间6点 大家也可以通过iPhone iPad 直接上线参加我们讲座 好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Cassie 好谢谢 希望越高失望越大 这句话在餐饮类的股票中 是得到了非常好的诠释 那这一周Chipoli发布的业绩 但是你看Chipoli的股价是餐饮股中最贵的 它的股价是每股646美元 但是近期它的评级是不断遭到机构的下调 那纵观餐饮股的适应率 CMG就是Chipoli 它的适应率达到了45 那Noodle & Company达到了53 那ShakeShake的适应率 高达885倍 而真正的餐饮巨头 麦当劳的适应率呢 只有20倍 那可能是这个餐饮类股票的 这个适应率太高的问题呢 是导致本周的餐饮类的 这个股价的波动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 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记者 为您带来详细的解读 作为这个全美股价最高的餐厅 Chipoli呢 它是股价是高达每股464美元 超越了餐饮的巨头 肯德基和麦当劳 那么今天的Chipoli 是公布了一季度的业绩 显示营收呢 是有20%的增长 这对于一般的餐厅来说呢 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但是Chipoli它并不是一般的餐厅 这只股票啊 5年翻了近5倍 导致呢 分析师是给出了超高的预期 那么有时候呢 是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今天Chipoli呢 是公布业绩之后呢 未能达到分析师的预期 股价重挫了6.8% 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呢 是因为啊 猪肉的供应呢 问题导致其营收 未能达到预期 那么市场预测 是11.1亿美元 而实际的这个营收呢 仅有10.9亿美元 再者Chipoli呢 是自从1月份以来啊 股价的变动幅度呢 就不大 市盈率呢 是高达了45 我们知道市盈率越高呢 代表说股价的潜力也就越小 那么高成长股呢 估值也都偏高 需要有不断抢眼的业绩 才有可能维持高估值 来看一下机构对它的评级 像是这个Piper Jeffrey 是将其目标股价 从750美元下调至了700美元 再者还有巴克莱呢 是将其目标股价 从730美元下调至了685美元 不过呢 还是有机构 还是看好Tipoli的股价的 看好股价呢 比如说这个RBC呢 是给出了740美元的目标股价 还有奥本汉默呢 更是给出了高达 775美元的目标股价 下面我们有请记者Maggie 为我们预报一下 下周的重要的经济数据 和发布业绩的重要公司 来看一下下周公布业绩的公司 都有哪些 那么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苹果公司呢 将会在周一的盘后公布业绩 科技板块当中呢 还有社交媒体Twitter 可穿戴相机GoPro 以及3D打印机 都会在周二周三公布业绩 百度公司呢 也是选择在周三公布其业绩 此外呢 还有医药巨头 辉瑞公司也会在周二公布业绩 同在生物医药板块当中的 抗癌小英雄 Truno呢 会在周四公布业绩 此外呢 还有一些传统的蓝筹股 像是UPS 以及X美孚呢 分别会在周二周三公布业绩 再来看一下 巴菲特旗下的这个 博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呢 会选择在周五公布财报 最后来看一下 下周重要的经济数据 都包括哪些 下周重要的经济数据呢 是包括每周例行的原油库存 失业金申请人数 以及制造业指数 还有美联储呢 将会在周三公布的利率决议 以及一季度的GDP宗值 5月的1号到3号呢 是股神巴菲特领导的 博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 第50届股东年会 那我们中文投资网的 四位美女记者呢 也受邀参加这次年会 并且进行报道 这位人称股神的巴菲特 出生在1930年 在Nebraska的奥马哈市 今年已经85岁了 她借着自己睿智的投资理念 汇聚了庞大的财富 尤其是通过她领导的 博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这家公司 现在是一家多元化的投资公司 旗下有保险公司 像是该口 再保险公司 珠宝 食品等多种产业 关于巴菲特和 博克希尔哈萨维的报道 请关注我们5月1号到3号 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 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和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800-958-8561 800-958-8561 以上就是本期的每周华尔街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